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支柱次重量级170磅 77.1公斤的赛事 蓝方选手是代表UFC军台湾ZIDA 蓝方选手代表五甲综合武术运动馆的林婷恩 有看到记达是左架的选手哦 双方现在开场呢都是以低踢试探 双方手都拿得非常高哦 综合格斗的赛事一回合是三分钟 戴的是小的拳套 好 我们现前看到三场的铁龙伯迹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 哦 低踢 像双方的站立机都是比较短促的哦 嗯 一两拍之后就立刻退 然后低扫之后立刻拉开距离 记达的架势比较低一点点哦 虽然这个双方的身高并没有差距太多 大概是五公分的差距 对 但记达这边呢 他的架势比较低沉 我还要下去切 嗯 要做一个爆 想做一个爆摔 像记达 双方到一个这个残暴的位置哦 记达一直想要勾对方的这个外 对 想一个外挂 对 想一个外挂 对 哇哦 立刻进入到地面 一个柔道的这个别腿摔 然后现在有记达在侧面这个夹杀骨的位置 压制 侧压的位置 压制林庭恩 是 好 现在记达想要用他的脚呢 来控制林庭恩的右手 这样他才有打击的空间 没错 没错 有感觉 记得好像要上棋啊 Mount的位置吗 嗯 有可能哦 嗯 还没有做出 一直想要控制这个林庭恩的右手 不过林庭恩又有察觉到 哇 直接到金Mount了 对 哇 这就是预想他可能会到这个位置 对 直接起压了 哇 这个位置超危险的 对 林庭恩相当不利哦 哇 还有38秒 哇 这时间有一点久久 够于这个记达可以终结对手 哇 一个上位连续重拳 砸拳 吉达 还有30秒 小林庭恩不断想游走哦 想要踢墙壁来 这个把记达顶下来 但是太难了 没错 这位置其实蛮稳固的 哇 十秒哦 十秒可能有点紧绷 哇 直到 进到背后的防御了 看起来是应该来不及做完这个 choke 哇 非常可惜 精彩第一回合结束 第一回合 吉达 在地板方面呢 展现了他的优势 没错 他的控制哦 还有他的这个 地板的这个 移动位置 比较有优势 双方 战利记算是伯仲之间 没错 打得比较保守 然后轻点离开这样子 然后一进到蚕斗 进到下地板之后 吉达就是掌握他的优势哦 就是这个摔 摔完之后进到恰萨顾 然后再到Mount 起压 然后再用这个地板拳 重击 准备 准备进入第二回合 我们综合格斗的规则呢 则是由我们的裁判长 Camp 根据UFC IMAF 所制定的规则 将我们在综合格斗里面 比较高风险的攻击 例如说 肘肌啊 膝壮头部 头部砸摔 竹跟锁 这些技术呢 把它拿掉 让我们的观众 还是可以维持非常精彩 然后也有 对选手有安全性的格斗 哇 吉达刚刚敞到上一回的甜头 直接把林婷恩 抓到地板上 有个接近这个外哥的位置哦 直接把林婷恩 压制到地板 又到直接到Mount 这个位置 而且时间还有两分半多 哇 看来林婷恩 这个在下位的防守 能力还不足哦 无法对抗这个 吉达的这个 坐山式的控制 Mount的控制 哇哦 这个很精彩哦 直接利用这个地形 想要翻上来 想用铁龙做一个翻转 对 但是哇 还是被吉达这个平衡住了 好像双方在地板的这个抗衡哦 吉达想要先以稳定平衡 住这个控制为主 没错 他现在还不急着进攻 对 反正他还有两分钟嘛 是 他不用急啊 但是这种小杂拳啊 这个攻击效果不是很OK哦 是 看有没有机会做一些降伏器 因为 其实可以看到林婷恩也 把自己的手也给了出来 对 这手其实拉得挺长的哦 这不管是enbar 或是手部的控制 甚至choke都可以 哇 林婷恩直接进到 主动进到这个背后防御 好 吉达不急着想要抓他的背后 控制 还是依照依旧以这个平衡为主 回到了这个侧面压制 对 在地板上面还是吉达有相对的优势 对 哇 现在吉达压制 用他的右膝压制度对方的左手了 还是以地板小的杂拳为主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杂拳的威力不太够 嗯 哇 林婷恩现在几次翻转到半防御的位置 嗯 不过依旧还是很危险哦 因为棒防御依旧可以做一些杂拳 虽然不能做太多的这个降伏技 林婷恩想要一直不断的移动他的这个防御 想要站起来 哇 他是想要抓这个 牧村锁 牧村锁好像 有一点难 你可以看到吉达的控制还是相当的好 对 好像林婷恩到了全防御 哇 没想到让他撑住了哦 两分钟的压制已经到最后已经回到这个全防御了 第二回合10秒的响板响起 哇 不要看这个地板好像在这边 纏斗而已哦 其实对体能消耗非常大哦 没错 因为其实我们看不出来 他们还是有在持续在用力 对 因为肌肉是持续的抗衡嘛 所以这个体能的流失 并不亚于这个战力技的攻防 有时候一个下去地板纏斗再上来 那体能就将近就耗失六七成哦 这很有可能的 如果这个地板加这个 如果这个地板也不是这个选手所上场的啊 这个流失体能会更多一点点 没错 我们即将进入第三回合 再看一次回放 所以刚刚这个应该不能称之摔哦 就是往前开就把对方弄倒了 直接把对方抱倒了 进入一个奇压的位置 用比较多的小拳攻势 就是骚扰对手 但是控制的时间非常久哦 我们准备进入第三回合 看起来这回合 季达可能还是打算要近身的这个攻击吗 嗯 现在这场是综合格斗 男子组次重量级的赛事 像季达换架了 想要主打这个进攻 纏斗进攻 开赛没多久 直接把林婷恩压制在墙面上 哇 再一个摔 再一次的把林婷恩摔倒到地板哦 又到了一个 我们前两回合看到的 侧面压制哦 看这一回合 降伏技会不会出现呢 看到了自己打还是希望说能到一个起压的位置 对 因为毕竟起压可以腾出两只手来进攻 对 相较降伏技来 相较降伏技 所以其实我发现 技打似乎对自己的地板拳 比较有自信 是是是是 嗯 因为毕竟这样是可以用小的攻势哦 不用太多这个移动 避免这个对手脱逃 好 林婷恩在地板防御好像比较平静一点 没有办法做出很有效的这个防守 好 这时候林婷恩抓到一个脚步进到半防御 不过依旧没有解决掉他的危机哦 哦 这个位置 林婷恩似乎有想要抓木村锁吗 但是对方已经早早就是把他手卡住了哦 就是 防守住他 而技打已经防守住他的手部了 比较难成功一点点 如果对方已经有警觉的话 就是力量的抗衡了 这个木村锁没有成功的设定 不过他也相对的 有机会可以站起来 对 可以看到技打又把对手压了回去 对 但是因为技打现在臀部的位置比较高哦 所以他的压制能力就会稍嫌不足 所以林婷恩这个木村手控制还是有他的效果在 对 哇 现在双方的地面战斗速度变得慢非常多哦 可是因为体力的下降 没错 是这个优势的一部分哦 不过就会让比赛节奏变得非常非常慢 是 想办想起 我们时间只剩下10秒以内了 技打现在感觉呢不急的进攻了 看来这场比赛的结果要交给裁判来做决定 没错 好 两位选手三回合打好打满 这场赛事的结果呢 将由大会的裁判来做决定 再次感谢我们的福吉鼎集团赞助这次的赛事 双方的这个拳脚交锋比较少哦 那技打在这边有摔到一两只 然后比较久的地板控制 不过依旧要来由裁判来决定这个胜负 技打在后两回合几乎控制了三分之二的时间 本场比赛结果如下 三位裁判打的都是 32-27 一致判定由 洪芳季达 恭喜季达 也感谢来自吴嘉总和武术运动馆的林廷恩参赛 谢谢 辛苦了 恭喜红防 代表UFC进台湾的技打 拿下了这场赛事的胜利 我回收盾 echt 是 限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